我们看《戒约流离》下面 戒者戒律 为戒定位三无留学之手 成法就靠戒定位 是成法的方法 因戒得定、因定开位 无留是佛学的术语 留是比喻 如果我们的茶杯有破损 水倒入去留了 叫有留 无留它是完好的 它是法器 它没有问题 所以留是烦恼的代名词 无留就没有烦恼 无命烦恼、沉沙烦恼、见思烦恼 通通断尽了 就是你彻底放下了 定就现前 所以戒是手段 所以戒是手段 定就现前 定到一定的程度 决然开悟 觉了 经提最后的字 觉 清淨、平等、觉 清淨是眼罗汉 平等是菩萨 觉是成佛 智慧开了 戒不重要吗? 那戒怎么受? 我们要找个学律中来教我 带城里头说 没有这样的必要 尤其是正土中 你只要将正业三幅做到 问题就解决了 正业三幅是正土中 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 属于界最高的教会 第一条 四句 孝养父母 逢时师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 要能做到 要真做 第二条 受持三规 这三规就是归于法归于法归于增 受持三规 受持三规 佛法僧是我们的榜样 佛法僧是我们的道路 佛法僧是我们的道路 但是现在佛教衰了 经在这里没有问题 经典在这里没有人学了 讲经 或者还有 依照经教奉行 认真去做的人 太少了 我们去哪里寻 我们想学 找不到老师 但是 你真想学 老师很可能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你真遇到了 完成数 遇到了 那有可能 我自己就是个例子 我这一代 上一代 还有真修行的人 小了 好少好少 见不到几个 在家修行的 修得不错的人 还有 他们有能力教我们 而且都专修淨土的 其他法门 很少人修 问过初年还有 有修金刚经的 还有修心经的 有修法相的 有修三论的还有 朋友 到我这一代没有了 现在呢 现在更少了 为什么呢 社会乱了 佛教衰了 真正修行人 没有了 这个时候 只有淨土中 可以 保证你 一生成就 所以我们将经典 宿世 华盐放下 学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学夏年居老居士的 匯集本 好在 黄廉祖老居士 留下这部注解 如果没有这部注解 就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呢 会将经 看错了 讲错了 学错了 这部注解 注得好 提供我们非常丰富的参考资料 里面摄取 83部经论 110种祖师大德的法语 那些祖师大德 都是明心见证的人 不是凡夫 我们这一代碰到了 我们如果不努力 如果不将它传下去 下面一代迷惑了 那么麻烦就大了 真正成就的没有人了 那么麻烦就大了 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要有事明感 我们要承传这个法门我们自己这一生成就 将这个法门传给底下的学生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就对了 否则我们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祖师大德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最后也对不起阿弥陀佛 底下范网经道也是比喻佳余明日月 亦如婴乐珠 婴乐珠和水晶球一样透明的一尘不厌 这种是慈戒 记住根本就是孝经这两个字 我们在无办法的状况之下 我们将佛老师 世世代代成全的人 我们都记在心里 都将它表示出来 我们这个讲堂 我们这个讲堂 牢上挂的 是淨土中 十三代祖师 下面的照片 是我老师 是我的护法 是我的护法 他里面少一个人 我们都成就不到 一个都不少得 得到他们 所以我们交道 互持 才有今天 我们念念不忘 每堂课 都好像老师 互发在我们身边 所以经常说 皆约流离 内外明洁 外者 指心意 意孽清淨 起心动念 色黎 救染 这个救染是比喻 染是不清淨 救是指分别 我们起心动念 我们起心动念 学菩萨 不分别 不执着 不执着 就不染 尼染 尼染 不分别尼救 这些都是平时 適色用共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佛菩萨 点个接境 就是 他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那就是佛 起心动念 菩萨 菩萨有起心动念 无分别 无分别执着 色黎 救染 是无分别执着 看下说 爱者 威夷具足 就是 就是 我们守住 三规 五界 十善 就得了 要做到 威夷具足 得 形于外 人家能 看到 内外 色结 顾其言说 寧众 心悦 诚服 能叫大众 和你接触 对你尊重 对你尊重 听你劝告 听你教诲 听你教诲 这些是佛菩萨教我们的 这些是佛菩萨教我们的 故弱其所言说 令众悦服 这些是佛菩萨教我们的 是佛菩萨教我们的 是佛菩萨教我们的 佛菩萨教我们的 这些是佛菩萨教我们的 佛菩萨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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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偏邪所动摇 就好像圣床 床其次那一类 佛门各位时常见到的 番 番是扁的 佛殿里面挂有 挂床的 床是圆的 中间空的 都属于其次那类 古时候 字面有 庵堂 没有一次不讲经 怎么通知人呢 没有现在那么方便 字院里面讲经 字院有旗杆 旗杆上挂床 圆统形的 你见到 今天有讲经 中意听经 他就去了 他的作用是这样 如果挂番 今天是法会 是念佛会 法会 不是讲经 中意法会 就见到番 藏番 他就起这种作用 所以佛不请你来听经 你看到我这里讲经 你想来你就来 你不想来就不要来 不拉信徒的 但是不可以没有 藏番 传递信息 给你知道这些信息 愿不愿意来 随理 随便 母诗号 勉强 床上 有写字 譬如 我今天这里讲华盐 他那个床是 大方讲法华盐经 南无妙法念华经 这是什么 那个经题在上面 他今天讲的那部经 金刚波野波罗物经 他是这样 传递信息的 寶床 寶床 为日照迷 猶如 稿日 这句是 比喻 讲经 教学 这种是智慧 因为照位好似太阳,他能将迷惑照破,好似太阳一样。 回朔若,发音高响,又如古圣,威德吹邪,又如圣床,威日照迷,又如古日。 回朔的意思,下面是黄念佬的解释,发古,与菩萨发音,省众远文。 现在用电传播,用卫星电视,用网络,这种是以前的人没办法想象的。 以前的人传递音声就是中古,中古的声音传得很远。 发藏,于菩萨威德吹破邪岸,于家常施药,建藏事战性之上,披折法行摩得性也。 古人都相信,我们亦相信有护法行摩得性也。 古人都相信,我们亦相信有护法行摩得性也。 古人都相信,宝兴,圆庇,明击法古,这种是比喻。 我们最近这几年来,提倡祭祖,也即是提倡孝道。 祭祷大典裏面有宗古,宗古非常重要,宗古是幫助你傳遞,就好像現在電波一樣傳遞。 將這個祭典的信息傳遞給遠方。 靜影塑道以文詩修三位名詞三語這三種比喻,塑激法古,遇文惠法,聽到智慧的發音,取這個意思。 靜影塑道,文詩修明這三種比喻,塑激法古,遇文詩修明這三種比喻,塑激法古,遇文詩修明。 靜影塑道,文詩修明,教,文詩修明,教,是經教,說法的音聲,軟文。 靜影塑道,文詩修明,教,文詩修明。 靜影塑道,文詩修明,教,文詩修明。 靜影塑道,文詩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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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之後要去思考,這種是智慧,所以思慧化立而意識明白了有了誤處,稱見而出明藏。 藏取這個意思,指建立法義,彰顯於眾,就叫建法藏。建立道場,也就是建法藏的意思。 現在是真的,佛講的法義, 佛法五個須上。 每個階段是五百年。 適家茂尼發滅到之後,第一個五百年解脫堅固,能持如來的教法都能證果。 雖然證果不高,小成四果四向,但非常不容易,證得小成初果。 入去正式的學校,那些佛的學校。 天上人間,七次往返,就畢業。 淨壓流汗果,就超越六度輪迴。 小成就,再往上提升是大成就。 很難得了。 現在是佛法滅道二千五百年。 所以解脫之後,就閃定。 佛法傳到中國,是在佛滅道之後,一千年傳入中國。 黏定成就。 日誡往後,已見佛法滅道。 既下已婷,已經沒辦法證果,要修定。 年五百年過了。 收閃,不會入定。 入定,不會開誤。 不要说大悟,小悟都没有 这个时候多闻成就 讲经说法的人很多 真正开悟的人 得定开悟的人不多 还有少数 再过五百年 讲经文法的母纳 叫塔字坚固 建字庙的多 周围都有 建塔的多 那塔庙成就 现在第五个五百年 塔庙也比不上以前了 现在是斗争坚固 我和劲的争坚固没有了 以前有 在塔庙坚固的时候 还有 到斗争坚固的时候 就没有了 下面就灭发了 但是斗争坚固的时间长 没法一万年 已经过了一千年了 现在是没法第二个一千年 各各实实 我们见到 明显地见到 道争坚固 往下 还有八千年 所以佛法不会灭 还有八千年 这八千年 地藏菩萨慈悲 地藏经导友 用什么法门 我们就知道 孝亲专事 地藏菩萨表 这个 全靠 信愿持明 求生静土 只有这一门 得真实利益 此一点我们要知道 下面读解我们读下 现要为日 除痴暗者 要为日除痴暗 說修為法,開眾生也。 我們現在能將古大德和我們講佛法、學習的理念、方法、效果、 那就是一門深入,長時分修,我們用在一部經上,那部經怎麼學?讀次數。 東北有個同修跟我說。 他這麼多年來就讀一部《無量壽經》,一日讀十次到二十次。 他並不是很嚴格,得閒就多讀,有時做就少讀,大概不會少過十步。 這也就是不少過十次,多的時候讀二十次,二十年沒有中斷。 我想,古人的話,讀書千篇其二字見,他有沒有見到?我相信他見到。 二十年時間,一日十次,一日十次。 你們各位想想,這麼有耐心。 他真的發起,發起充滿。 一日到刻,無論誰跟他見面,見他笑咪咪的。 他如果沒有誤處,發起就生不出來,肯定得發起。 你切午不敢說,小午大午,應該有。 北京有個同學,每日讀《大乘喜信論》, 跟我說,他讀了六年,滿三千次了。 有無誤處,我叫他講一次給我聽。 在香港,他在香港住了兩個月,講一次給我聽。 我完全將他錄下來,錄影錄下來。 怎麼可以做教材? 將來誰要學起信論,就可以做教材。 講得好,無私自動。 誰跟他印證。 最後讀《偶益大師喜信論》的註解。 看偶益大師的註解。 看偶益大師的註解, 就是《大乘喜信論》列網書, 偶益大師作的。 讀他的書,你自己領不到的。 跟偶益大師註解裡頭講的。 同不同? 如果同正確, 你真的開誤了,不是假的。 古時候請古時候請古大德。 高增大德和李印證。 現在找不到人了。 找古人的註解, 李印證。 當天就惹得。 這就難得。 淺暗。 作性無明。 暗話。 《华炎經》第二卷裏頭有這句話。 如來智慧無邊際,一切世間莫能賊,永滅眾生痴暗心。 智慧無知,無知是重病,比大病更嚴重。 話言、發話都是大神經,都能幫助我們破癡暗。 下面一段, 順正溫和。 順者順也好也, 正者清潔也,順正溫和。 我現在勸勉漢學院的同學。 漢學院的使命是,為往性計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從哪裡做起? 從我做起? 怎麼做起? 教學做起? 所以我希望將來這批學員出來, 終身在教育界服務。 而且,不要好高無遠。 希望我們真正發心,當小學教員,中學教員。 為甚麼? 教育就要從雜根做起。 根不深,根不顧。 目標達不到。 要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甚麼年紀最好? 三歲就要開始。 要教他讀三字經八家聖千字文。 中國古時候, 師屬裏面的教科書, 都是真正有智慧、有學問、有德行的人。 編出來的兒童讀物。 兒童讀那些書,就是叫他記。 不用講解。 所以怎樣呢? 讀次數。 每日你看那個小孩, 你教他一段, 古時候講幾行。 教他十行。 教他十行。 他讀十次,就識背了。 這是測驗他的根基。 他的能力。 十次就識背, 就正好適合他。 那麼讀出他甚麼? 讀出他讀三十次。 讀五十次。 讀一百次。 他一生都不會忘記。 那本書讀完, 再讀第二本。 第二本讀完, 讀第三本。 從三歲, 大約四書五經都背過。 十五歲以上, 照位慢慢開了。 老師就跟他研究討論。 老師點救學生。 因為那些書, 學生都會背過。 背得很熟。 老師叫學生講。 同學、老師一起分享。 你將理所誤到的, 講給我們大家聽。 老師做印證, 講得不錯。 確實不成開了。 每個同學都要福講。 這就是考試。 測驗成績。 老師還有更深的意思, 可以跟學生一起研究討論。 深入經狀, 智慧如海。 佛經上這兩句話, 用在儒家可以同一個道理, 同出一個境界。 這個教學的目的達到了。 要開誤。 沒有開誤, 目的未達到。 所以, 老師不會告訴學生, 為什麼? 這是老師你自己誤到的。 不是經書的真實儀。 經書真實儀是誰講的? 是佛講的。 孔子講的。 做師大吉所說的。 真正大事大愚人說的。 這是一樣的。 真的不到这种程度,那本书里头什么意思? 跟你说,每部书都是无量义,不但每部书是无量义, 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个字都是无量义,一点都不假, 那是什么大次大误了? 他跟你说那部经,应机说法你是什么程度? 他就跟你说什么?你能听得懂,你能听得生欢喜心, 你的程度高,他讲得深,你的程度浅,他讲得浅。 浅心,港俠,得大自在,所以法无定法,任何一法都通不一切法, 任何一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种是自性。 所以,教学的目的是开发成德,自性,本智具中,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上好。 东方人,佛菩萨,声宴人,教人,标准在这里。 我们要懂了。 我们要懂了。 內要學釋迦牟尼佛,放下貪親千萬疑。 這五種煩惱,見師畫是非常大的障礙,見師畫放下就鎮壓羅漢果。 外面,我們表現在外面,要學恐怖夫子,不得,溫良恭儉壤。 表現在外面,內裡頭,斷貪親千萬疑。 這是什麼境界?清淨平等覺出來了。 清淨完全出來了。 平等開始有了,覺也有影響了。 少過悟沒有大過悟。 重要啊。 夫子,學生對他老人家的讚嘆,我見得是真的,不是假的。 溫和。 善良。 恭敬。 我這樣講,他容易懂。 對人恭敬,對時恭敬,對一切萬物恭敬。 重要啊。 你們,那個天ö 。 來美人樂, evolutionary息磅, 旅門是球 Alo and ry Finнал。 顧敬由來皮静吧。 是 vygrade,あん雄。 他們今ины était偶爾人呆 hum comentarieważ 希望我們每個人 要向孔子賀 溫良公劍揚 要向釋迦牟尼佛賀 放下貪親千萬疑 為往性繼絕賀 為萬世開太平 這個重擔先擔得起來 沒有這十個字 這個重擔得不起來 講一下好聽 不會兌現 所以夫子 釋迦 為我們做出最好的榜樣 我們要學 這底下亦有 順政 子內心之清暫 離舊 溫者良也善也和也 平和 和者平和 溫和 子兒太之溫良和美 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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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們要學 這些我們要學 人家見我們面都歡歡喜喜 不令人討厭我 我要人喜歡我 我要先喜歡人 這是肯定的 要學神聖的愛 上帝的愛 上帝愛世人 沒有簡別 沒有分別 這一點要懂 無法附帶任何條件 你尊敬上帝 上帝愛你 你侮辱上帝 上帝還是愛你 這個道理要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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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發講的 講得好 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 遠是條件 無條件的大慈 同體是一體 我們是一體 眼和鼻 是一體 眼和鼻 是一體 牙和鼻 是一體 一體 更難分辨嗎 這種叫真愛 凡是有條件的 假愛 虛情假意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如果放在心裡 到哪一天他不愛你 你就痛苦了 如果從來不放在心裡 如果從來不放在心裡 他不愛你 你還是愛他 不受外面 環境干擾 這種叫共負 這種叫共負 所以溫和 設定明擦 設定者 實際之利體 實際是什麼 實際就是真盈 就是自性 真性 就平靈的栏 睡��現了一跳 頭寫著 zrobić生的 其實內心 是實際 實際 實際 是不是實際 是真盈 對生的 實際 是真語 就是自性就吧 實際的是真語就是自性 就是自性的 那虛 真心,真心的体叫实际, 我们全心,用心,都要与实际相认, 它在佛法的名词叫直定, 直是直灭,定是如如不动, 智升本定。 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和我们讲, 何其智升本无动摇, 心有无动无动, 摇晃是动的样子, 妄心是动的, 真心不动, 真心本无动摇, 妄心叉咯叉咯, 在到摇晃不定, 千年灭, 后念山, 三月的频率很高, 我们完全觉察不到, 到近代科学才发现, 但是它没有讲出来, 具体没有讲出来, 只是讲非常高的速度, 高度无办法想象, 这样在佛经上有明文记载, 美丽菩萝萨讲的, 一坛子, 三十二亿百千念, 讲出来, 科學家沒有講出來, 三十二億百千,一百個千是十萬, 三十二億乘十萬, 得出來的是三百二十兆這一壇子, 它搖房幾多次,動搖幾多次, 三百二十兆次,我們怎會知道? 我們現在電視螢幕, 我們知道畫面是跳動的, 是一個跟一個動畫組成的, 知道速度很快,快到什麼程度, 一秒鐘一百張,一百個畫面, 一秒鐘,我們完全沒有感觸, 看不到它在動,太快了! 整個宇宙,我們眼已被涉身, 接觸外面,色性向微觸發, 接觸六層,這種速度, 美奈菩薩跟我們講一秒鐘幾多次, 二千二百四十兆次,一秒鐘。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等二三十年之後, 科學技術或者能發現, 然後跟我們講,佛經講的是真的, 直定就是自性個樣, 明察智慧之照用, 明是明瞭,察就是觀察,觀察入微。 。 菩薩能明察念頭, 微細念頭,波動現象, 它怎樣呢?它見到了, 它聽到了, 六根的作用,它靜得圓滿, 我們不行。 我們完全有障礙, 聲音小一點聽不到, 波動快的看不到, 波動慢的能看到, 波動快的看不到。 聽聲音也是這樣, 古能聽得到, 中能聽得到, 你敲碟就聽不到了。 所以明察, 自性多野智慧起作用, 中鏡六女圖講, 舉一心為眾, 焦萬花如鏡, 講得好啊。 永明言壽大師講的這兩句話。 如果我們能做到, 這種是菩薩境界, 是菩薩是一心為眾, 起作用, 照萬法。 上個宇宙, 沒有空間, 沒有距離, 沒有時間, 沒有先後, 切召。 即定如鏡之體, 明察如鏡之用, 了了分明,秋毫不爽, 故若明察, 即定明察, 就是大乘教裏常講的, 即意常照。 記住, 即先能常照, 心上妄念多了, 照就無了, 就迷了。 所以即就是定, 定越深, 照得越講, 越深, 越清楚。 現在, 極微之微, 是物質最小的單位, 科學家發現了。 原子, 從發現原子, 1980年代, 到現在, 發現微宗子, 幾十年時間, 美立菩薩做的報告, 三千年前, 他無儀器, 他無儀器, 他見到的, 點見到的, 直定見到的。 不用用儀器, 直以常照。 諸佛, 發生菩薩, 都是這種境界, 他怎會不明白, 怎會不清楚。 三言菩薩, 但是, 照得沒有這麼深, 沒有這麼講。 佛在經上講的, 不是迷信, 我們要相信, 我們可以靜蕩。 我們如果往生紀樂世界, 生到西方紀樂世界, 六種神通, 全現前了, 那不是我們自己收的, 阿彌陀佛四十八, 原本願威神, 加持我們的。 當然, 我們自性裡頭有, 自性裡頭沒有, 也加不上。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到這裏。 不會看! 大家可以! 隨時你可以當作的, 那不是我們, 我們要相信, 那不是我們要測試嗎? 我們要聘請到, 我們要聘請維持NER! 我們要聘請到, 我們要聘請到, 所以, 我們要聘請到, 阿彌陀佛, 永遠的 throug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